接下來的話 剛剛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這個範圍 記得那個技巧是這樣 以後如果你看到標題列跟標題欄 反正如果你要讓它向下向右 一次就可以做完的話 記得就是等於 因為先乘它 所以它先選取它 串接and 再加一個小X 再and 這個東西 再and一個等號 記得這個我想慢慢要熟悉 因為公式有很多時候都是這樣串出來的 那記得有前面就要後面的串接符號 這個乘這個 當你打勾之後它會產生一個 可是如果你向下 它不OK 主要原因是因為 它的這個列號 會從3變成4 所以你會發現 只要你做一件事向下就OK了 也就是把 因為向下會改的是什麼呢 改的是列號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3列有沒有 這邊有個3的列號 把它上個鎖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呢 向下 向下的時候呢 你可以把它鎖一下 3列就可以了 好 那其實向下鎖三列 向右呢 有沒有這樣OK 向右呢 現在應該不OK 因為A欄會變成B欄 有沒有看到 B欄會變成C欄 可是問題來了 我們這個地方不能動對不對 所以再來就怎麼樣 如果你要向右的話呢 請你把A欄鎖起來 所以以後有個訣竅喔 以後 反正你只要看到你的標題欄 在哪一列 你就鎖那一列 標題 標題列在哪一列 標題欄在哪一欄 鎖起來之後的話 這樣子就大功告成 你把它打勾 然後向下 向右 這樣就可以一氣呵成了 好 這樣沒問題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要完成 下一道題 他要我們做什麼 下一個他要我們就是 把什麼呢 做框線 其實框線畫出來 就希望長得 可以像我 我剛剛在雲端上面 給各位看到的 像這樣子 這個上面是粗的 粗的 然後裡面的話呢 這兩條是細的 雙線 裡面都是細的 題目有要求 所以我們快速做一做一遍 給各位看 第三列上方跟第12列下方 是最初的實現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第三列 12列 其實有個辦法 你當然不用做兩次 最快的方法是 從第三列到第12列把它選起來 第二步的話呢 請你選擇框線 其他框線 因為如果你用其他這邊好像上框線下 他好像只會選的是 那個框線線條無法選 所以你用其他框線 再來選最初的線條 最初是這一個 再點上框線 這個就是上面這條線 再選下框線 就是下面這條線 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就完成第一步 上面這一條 第三列上面 跟第12列的下面 好第一步完成 第二步做什麼呢 B欄 B到I欄的右邊 所以B到I欄 B到I 在這裡 的右邊 B到右邊部分 然後選起來有沒有 再一樣選其他框線 所以你先選範圍 第二步的話呢 他要哪一些框線 所以範圍選好之後 再來什麼呢 選最細的實線 最細實線是哪一個 就這一個 所以範圍 樣式 色彩 他沒講了 所以不用動 右邊 右邊就這一條 所以你把它點一下右邊 或者你點 好像也可以點 這邊這一條 不過我的習慣是點這邊 右邊這一條就出來了 好這樣的話呢 你會發現 更正一下 B到I 他就那個範圍 應該是這樣 這個範圍裡面 右邊的部分 所以他變成說 這個範圍裡面 那如果每一個每一個都要選的話 那你記得還有這邊這一條 要選 這個應該是先選樣式 再點這邊 這一條這一條 那左邊這一邊不用 所以左邊不用 中間 因為我選的是一次選好幾籃 所以這一條跟這一條 都要按確定 好這樣就有了 再來的話呢 第三 他再來什麼 第四到第十一的下方 第四 所以第四 到第十一 十一在這裡 的下方 所以一樣我們選這個 其他框線 最細的 然後它的下方 所以一樣的方法 它的下面這一條線 OK 另外因為這個範圍只會這一條 所以中間這邊也 點這邊這一條也要 它的其他線也要 上面不要按確定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就把畫這個線畫出來 再來的話還有什麼呢 還需要雙線部分 就A欄的右邊跟第四列右邊雙線 所以A欄的右邊先把A欄選起來 然後再選什麼呢 也是其他框線 它這個地方的右邊先選樣式 再選它的右邊 按個確定 這一條出現了 還有這一條的下方 所以一樣 選擇範圍 再選擇樣式 再選擇下方 按個確定 好這樣就完成 應該可以看懂的意思了 不過好像是漏掉這個 這邊的線條 它最右邊這兩條 跟左邊這兩條 不用選 所以這邊範圍好 應該是 這邊再把它補一下 這邊其他光線 一樣是先選樣式 那這個範圍裡面 理論上應該是這邊 跟這條 OK 所以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個選的方式 按確定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 我們要的結果 題目檔裡面要的結果 我就把它先做出來 那待會再來看 就是最後 還有一個部分就是 它要填滿對角線 那所謂對角線就長這樣 這邊一個 總共也就是會有九個 可是問題 我們要填滿這個顏色的話 當然不是叫你用那個什麼 用油漆桶 選擇顏色 慢慢填 而是怎麼樣 有沒有什麼方式 一次就可以完成了 OK 這裡提示一下 你可以用什麼 先選範圍 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一個規則 就可以完成 那怎麼做 我想請各位先試一下 剛剛那個 框線的部分 先完成 記得對角線 這個範圍 所以我要針對這個範圍 那條件是什麼呢 你會發現對角線 有沒有什麼規則 你會發現它的 這兩個數字 上面跟這個數字 兩個如果相同的話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 當它的上面跟它的左邊 是同一個數字的時候 那就幫我怎麼樣 把顏色變更 那題目 裡面是有跟我們講說 變更的顏色是那個 改成什麼呢 2555 就紅色2555 綠色的話190 藍色沒有 所以改了方法 1先把 記得 1先把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是我要 找出 對角線上面跟 左邊一樣的話 2的話 設定 就把範圍先 2新增規則 特別重要從 設定格式化條件裡面找 第三的話 這上面這幾個都不OK 最後面這個才是OK的 用公式來決定 公式的話 特別重要 它儲存格本身 如果 所以第一個 條件你要稍微習慣一下 第一個等號是 當什麼情況下 什麼情況呢 就是 所以 特別重要 它會先從第一個開始出發 然後幫你做什麼呢 一個一個的幫你找 所以這個範圍 它一個一個幫你去比對 比對完之後 如果這個條件符合 它就幫你設定格式 所以條件放在這裡 什麼條件呢 就是當 上面這個 B3 上面這個儲存格 如果它裡面的值 剛好等於什麼呢 等於它這個A4的值 所以你就把A4這個值輸入 B3等於A4 但是呢一樣 將來會有個問題 就是向右移動的話 它一樣會 必須要固定在第三列 否則它現在會抓 你現在的列 第三列 所以記得把這個第三列的3鎖起來 那A也是一樣 要固定在籃 其實我們比的不是要移動到別籃去 固定都在A籃 所以三列跟A籃 一樣幫我把它鎖起來 所以其實這一題 我覺得最重要的概念就是 你要了解什麼 鎖列跟鎖籃 結果會不一樣 那如果這個條件發生的話 它會去抓上面兩個 上面兩個 上面跟左邊 一不一樣 如果這個條件為出的時候 然後格式 請你切到填滿 把它改成其他的色彩 制定的部分改成255 這邊改成192 這邊改成0 就這個顏色 按確定 好 再按確定 當這個條 特別說這個還滿足 按確定 如果你看到的結果 是對角線的話 那恭喜你 有沒有 這樣就完成了 當然 假設我們變化題 如果我希望不是這邊 另外一邊也幫我加一下 另外一邊有沒有 這個 這個要嗎 所以它的規則可能是這個 加什麼呢 加這個 相加等於多少 所以它的規則是相加等於10 有沒有 兩個相加等於10 所以如果說你希望另外一邊也做效果的話 其實你可以新增一個規則 公式等於什麼呢 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相加 所以你可以說 B3加上A4 如果等於10的情況下發生的話 那一樣把3列鎖起來 把4列也給 把A欄給鎖起來 變成什麼顏色呢 變成黃色的好了 這樣會不會成功呢 相加等於10 所以這個是一個條件 如果他們 上面跟左邊相加等於10 那就幫我換成 黃色的 OBK 按確定看看 有沒有發現 對角線 也出來了 所以理論上 這個地方可以蠻多地方 都可以類似用同樣的方式 新增一個規則 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的部分就是新增規則 裡面的話 就是把這公式加上去就完成了 畫面還給各位 那今天呢 最後這一題 請你做完之後 再把它另存新增 10 就107A好了 107A就可以了